嫂子看金圈佛子的小说上头 一心要让侄子也当金圈佛子 他买了串佛珠 要侄子天天带着 还不让侄子笑 要他板着脸装高冷 要是笑一下 就打一巴掌 我心疼侄子 出言劝阻 小孩子就是要多笑才能长高 不让笑会长成矮冬瓜的 嫂子听了我的话 最终放弃了 后来 侄子上大学 学校风靡起了高冷男神 他的高冷室友 因此被首付千金爱上 走上了人生巅峰 侄子极度不已 趁我晒被子将我从阳台推了下去 再睁眼 我回到了嫂子买佛珠 要侄子扮演佛子的那一天 轻轻提醒您 证文开始了 看这一百个搞笑时评逼笑 笑一下打一巴掌 嫂子和侄子坐在沙发上 他一手举着平板 一手拿着戒指 再给侄子做逼笑训练 眼前熟悉的声音和场景 让我迅速意识到我重生了 前世 嫂子看金圈佛子的小说上头 一心想让侄子也当金圈佛子 他买了佛珠 让侄子天天缠在手上也就算了 甚至不让侄子笑 为此 他每天在家里侄子做逼笑训练 只要笑一下就打一巴掌 可小孩子情绪难以控制 很快就被打了十几巴掌 这样反复磨练了四天 侄子的脸高高肿起 别说笑了 什么表情都摆不出来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也怕侄子因此伤到脸部神经 成为面瘫 出口好言相劝 小孩子就是要多笑才能长高 不让笑会长成矮冬瓜的 嫂子一听矮冬瓜 立马害怕了 放弃了培养成金圈佛子 让侄子自由长大 可没想到 侄子上大学时 学校风靡起了高冷男神 他的室友凭借冷脸 成了万千女生吹捧的校草 更是由首富千金砸钱倒追 一毕业后两人就结了婚 两人的世纪婚礼 邀请了侄子去当伴郎 他回来后说给嫂子听 嫂子顿时炸了 立马跳出来把锅甩到我身上 说要不是我当年阻拦 侄子早就成了金圈佛子 比高冷男神更让小女生喜欢 他越说越激动 仿佛已经看见首富千金 给他当儿媳妇 侄子听完更是彻夜买醉 浑浑噩噩噩的躺在家里 我因此受尽 他们母子嫌弃 最后在晒被子时 被侄子从阳台狠狠的推了下去 没想到再睁眼 竟是重生回到了一切的开始 这一次 我不会再阻拦 就让这母子俩开开心心当佛子去吧 笑笑笑 这种疯疯癫癫的东西 到底有什么好笑的 随着嫂子的怒吼 又是一声巴掌声 池子陆怀安的脸如同上一世那般 高高的肿了起来 当晚 陆怀安吃饭甚至都张不开嘴 只能用勺子喝一点粥 嫂子健壮 凿了冰块给陆怀安冰敷 第二天才消肿 得以见人 这之后 憋笑训练就这么持续了五天 到第六天的时候 陆怀安的脸哪怕消肿 也做不出表情来 我瞧着似乎是有面瘫的征兆 可嫂子高兴极了 觉得自己训练成功了 就是要这样练舞表情 那些小女生才会喜欢 而且这样显得稳重 有当总裁的前置 我听了只觉得 离离圆上谱 不要太离谱 初有成效后 嫂子又计划把陆怀安 送到寺里学习经文 正好三十公里外 就有一座寺庙 嫂子去问了一圈 回来就说 要把陆怀安送去住一年 我听了就想问 去住一年学习怎么办呢 想想前世的凄惨下场 还是忍住没问 嫂子疯疯火火的 就给陆怀安办了休学 去的时候 大包小包不少东西 看到嫂子目光 停留在我身上 我立马百米冲刺跑出门 我可不想一起去 到时候出点幺蛾子 又是我背锅 然而三个小时后 嫂子的电话还是打来了 堂堂 你快给嫂子银行卡里打三十万 她不是带路怀安去寺庙了吗 要钱做什么 我问完 嫂子立马骄傲地回复 我只要捐三十万箱火钱 就能让怀安挂在住持名下 直接生了两个辈粉 这整个寺里的弟子 都得管她叫小师叔 我听得目瞪口呆 只觉得她被忽悠了 但这并不关我的事 我直接说我没钱 让她打电话给我哥 我哥全国各地到处出差 一个月回不到一次家 经常在飞机上打不通电话 然而有前世的记忆 我知道我哥这会儿 刚出差结束往家赶 果不其然 等我到家的时候 我哥正在电话里 跟嫂子争执 这是三十万 不是三十块 你能不能理智点 嫂子不耐烦 我这是做好事 积累功德 你要是不给我打三十万 我就跟你离婚 我带孩子走 不要你一分钱 就这么一番威胁 嫂子打钱 他出门的时候 还看着我说了一句 积累功德 会有佛祖保佑我们全家的 也是好事一件 可我听着 他这话是在安慰自己呢 嫂子收到了钱 安顿好陆怀安之后就回来了 我哥原本打算 在家休息一段时间 这下一眨眼 花出去三十万 又苦哈哈的出差 跑业务去了 磕磕绊绊的 过了一个月安宁日子 直到嫂子接到 那四里打来的电话 说是陆怀安生病 进医院了 嫂子六神无主 硬是拽着我 一起去了医院 到了医院 送陆怀安来的那位僧人解释 原本只是发高烧 可没想到突然就开始歪嘴 我们怕出事 就立马送来医院了 听到歪嘴两个字 我内心咯噔一下 等见到医生后 果不其然说出了面瘫二字 嫂子却叫嚣道 我儿子定是中邪了才会歪嘴 面瘫才不会 医生好生好气的科普 给他解释面瘫的症状 嫂子全程就是我不听 我不信 医生没办法 只能提议让陆怀安住院观察 嫂子嘴上答应 可等陆怀安挂完点滴 立马办了出院手续 把人带回家了 定是我儿佛身出城 让那些邪碎生了忌惮 我看了看头顶的大太阳 差点没憋住笑 因为打了点滴 陆怀安回家就进了房间睡觉 我借口说公司有事 直接溜了 嫂子也跟着我出门 一路深深叨叨的 不知道是去请神 还是买福祉去了 等我晚上回家 进门一开灯 发现嫂子正跪在沙发面前 我被吓得一个哆嗦 顺着嫂子的视线看去 只见客厅的电视机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尊佛像 听到我的动静 嫂子立马冲上来拽我 快来 我们要守三天三夜祈福 至亲之人的诚心 可以帮助淮安速成佛身 到时候那些邪碎 全都不值一提 我听得目瞪口呆 只能推托 是不是得喊我哥回来祈福 我这也不算至亲之人 嫂子听了我的话 左右张望一圈 这才小声地道 你当然有用了 还需要同男同女的鲜血 我掏了掏耳朵 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淮安不是佛子吗 这怎么听起来像邪教 嫂子翻了个白眼 你懂什么 这同男同女的鲜血 都是至纯之物 自是能助淮安修得佛身 我确实不懂 我想我两辈子都懂不了 嫂子 我交过男朋友 怕是帮不上淮安了 嫂子顿时骂骂咧咧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 我挨了一顿骂 成功推掉了线血 可嫂子还是不放过我 拉着我要我想办法帮她 我嘴上答应她想想办法 立马回房间收拾了东西溜了 就家里目前这情况 半夜起来上厕所都能被吓死 还是早点搬出去住吧 联系好中介看房后 我先去临省闺蜜家安顿了下来 吃吃喝喝 一直晚到晚上十点 才给嫂子打电话 对不起啊嫂子 我这被派出去出差了 这点还在加班呢 实在是偷开申保你啊 说完 也不管电话那头暴跳如雷的嫂子 直接挂断了电话 这之后 嫂子带着礼物找了好几家亲戚 没有宗教信仰的 只是觉得荒谬 嫂子一滴血也没有凑到 我以为她会因此放弃 回心转意 万万想不到 嫂子见走偏锋 在街头伪造了现血车 高人举报 直接把自己弄进警局了 从警方得知这个消息时 我听得目瞪口呆 非法采集血液 可真有盼头 嫂子在电话哀嚎 堂堂救命啊 你快来保释我 怀安还在家里等着我呢 我安抚她 嫂子 你别急 我马上给我哥打电话 不行 你别给你哥打呀 你哥要上班的 我当做没听见 直接挂了电话 我哥要上班 难道我就不用吗 前世嫂子 就是养成了 律师先给我打电话的习惯 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让我替她奔走 我念着亲情 看着我哥不容易 这才处处忍受 这一世重来 我才不会惯着嫂子 她给我打电话 我就给我哥打电话 应远麻烦一点 当电话转接员 也不下管闲事 然而我哥 似乎正在当空中飞人 电话打了好几个也没打通 我编辑了短信发过去 就没再管了 等我哥看到消息 匆匆赶回去的时候 已经是次日了 陆怀安被警方送到了医院 得到了有效的治疗 据说当时情况很凶险 都送进抢救室了 我哥到的时候 陆怀安正好被抢救过来 后面留院条理 面谈逐渐改善 虽还有后遗症 但至少不再歪嘴斜眼 乔治是正常人了 对此我的评价是 嫂子被抓也是件好事 不然凭借她的神圣叨叨 陆怀安怕是活不下来 至于嫂子 因为第一个上车现血的 就把她识破了 没有造成无法挽回的罪证 关着教育了七天 让我哥签了字 付了罚款就给放出来了 这都与我没有关系了 我四处奔波看房子 一个星期后才回家 进了家门 我发现客厅恢复成原先的模样 顿时松了一口气 嫂子见我回来 白眼都要翻到天上去了 一天天什么忙也帮不上 就知道在家吃闲饭 这是再点我这次不帮她呢 我没理会她的阴阳怪气 打算进房间收拾东西 然而房门一开 眼前的场景 不由得令我倒抽一口冷气 房间 正中间摆一张红木长桌 桌上供奉着原本摆在客厅的金佛 佛像下方 放着两个仆团 陆怀安正面着佛珠 双目紧闭的柜坐在上面 而原先我的床 衣柜 书桌 全都不见了踪影 这是把我的房间爆改成了佛堂啊 那我的东西去哪里了 我找了一圈 最后在杂物间看到了被随意丢在地上 带着脚印的衣物 原先崭新的书 也变得破破烂烂的躺在地上 就仿佛有人拿他们泄恨 出气了 不用想也知道是谁干的 我忍着一口气 蹲下身将物品挑剪进行李箱 不等我收拾好 嫂子发了疯似的上前把东西踹开 这些都是家里的东西 没我的允许你没资格拿 说完 嫂子挑衅的又往上面踩了几脚 我忍着怒气 这是我的个人物品 怎么就成家里的了 嫂子没礼依旧硬气 就凭这是我家 在我家的就是我的东西 她撅着嘴 仿佛网开一面地道 你签保证书 以后及时接我电话 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我就把东西给你 允许你留在家里 我沉默地看着嫂子 确认她没跟我开玩笑 直接头也不回地转身走了 我不要了 你喜欢你就收着吧 东西还能再买 我必不可能走上被子的老路 倒不如就此桥归桥 路归路 我走得干脆 丝毫不管身后嫂子歇斯底里的吼叫声 这之后 我的生活平静了下来 等以为能和嫂子就此不相往来 没想到她打探到了我的住址 找上门来了 看着我面带惊讶 嫂子得意地解释 为了通勤方便 你肯定不会住得离单位太远 我在附近小区转了转 一下就找到了你 真不敢相信这逻辑缜密的推断 能出自我这脑残嫂子 她的智商还真是胡高胡低 愣神间 嫂子硬是挤进了房门 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我没办法 只能询问她的来意 嫂子神神秘秘地翻出手机 给我看了几张图片 原来是嫂子又看了几本经圈佛子的小说 想要找我朋友 给附怀安文个专属胎记 类似于莲花 海棠花等等 我听了都不知从何开始吐槽 嫂子你记错了 我没有朋友会纹身 嫂子瞪着眼睛教训道 你没有认识的靠谱纹身店 那你就找家店先去纹一个 让我看看师傅的手艺 免得记忆不惊 毁了怀安 我两眼黑了又黑 原来这是找上门 让我以身是独赖了 并且纹身 这是铁了心 让附怀安当佛子 一点不考虑未来了呀 即便内心再无语 我面上一句话也不敢说 万一附怀安脑抽了 觉得是因为我导致他不能考工 再次把我从阳台推下去呢 我这工作不允许纹身 嫂子您可以亲自替怀安试试 佛子都有胎记了 佛子妈怎么也得有一个 嫂子手上动作一顿 面露几分犹豫 可是 我直接打断她 闻得不满意也能洗掉 嫂子你就放心吧 于是 嫂子开始了她的纹身之旅 我家也成了她每日的打卡地 有时候吐槽技术不好 闻得很疼 有时候是嫌弃审美不好 闻得很丑 对于这些 我笑而不语 多说多错 这辈子我选择当个哑巴 费时一个月 嫂子终于给附怀安 挑选好了纹身师傅 莲花胎记成型的那天 嫂子激动的拍照 发了书评打卡 我儿子天生就有莲花胎记 他就是当那天选佛子 这条书评迅速在网上爆火 嫂子的账号 涨了十几万粉丝 于是 嫂子更上头了 夜里给附怀安念书 白日让附怀安模仿 她将书中明场面 一一拍照发了出去 然而先前网友是看热闹 这看得多了就烦了 其中便有一条热评 整天说这个小屁还是佛子 搞得我看书带入不了一点 嫂子这才清醒过来 是啊 此时的附怀安还是有小学生呢 经过网友的吐槽 嫂子终于决定 把附怀安送回学校上课了 可休学了两年 附怀安直接与学校教学进度断结了 老师教的 他根本听不懂 月考结束 门门课都是个位数的成绩 这成绩吸引了教导主任的注意 毕竟在小学除了是傻的 没有一个学生只能考个位数 没多久 教导主任就发现附怀安上课 要么在睡觉 要么就是在玩手腕上的佛珠 他气得直接冲进教室 从附怀安手里一把夺了过来 从今天开始 严禁学生佩戴任何手势 一旦发现 立即上脚 附怀安听了 顿时急了 不管不顾的扑上去抢 教导主任第一次见没收学生东西 还上来抢的 当即死死的拽住佛珠不放手 两人拉着肩 啪一声 佛珠断了 知道这个消息后 嫂子也炸了 他怒气冲冲的冲到学校大闹了一场 教导主任被烦得没办法 主动退让一步 表示愿意赔钱 嫂子却不答应 这串佛珠跟了我儿子两年 沾染了他身上的气息 你拿什么赔 老师们面面相去 被迫站出来调解 怀安妈妈 您消 消气 我们可以再商量商量 嫂子没有丝毫退让的意思 他越发激动 配得上我儿子佛珠身份的 最起码得是紫檀佛珠 最少也值十万 你倒是赔啊 话音落下 教导主任当场愣住了 别看老师光鲜亮丽 每个月真正拿到手的工资 确实不多 他有家庭 有孩子要养 这下就让赔十万 他绝对不答应 说什么也不可能答应 嫂子见教导主任不吭声 更是嚣张的赖着不走 我什么时候拿到钱我再走 不给钱你们就还我儿子佛珠 还我儿子功德 原本学校是想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可没想到 嫂子越闹越过分 还有敲诈的嫌疑 当即不跟嫂子周旋了 不再管生育 果断报警处理 于是 嫂子又一次进了警局 我又一次接到了警方的电话 然后默默的再次打给我哥 没想到 我哥了解完情况后 又打回给了我 堂堂 警方说 只要双方同意调解原谅 就能导释出来 事情不严重 哥项目走不开 实在赶不回去 你就帮哥去一趟 帮帮你嫂子吧 如果是前世 我听了这话 定是二话不说的答应了 可这一事 我只想远离他们 好好活下去 哥 我已经搬出来住了 对了 嫂子说家里的东西都是他的 我就什么也没带 你回去好好收着吧 我不欠你们家什么 电话那头陷入了沉寂 好半场才接着到 什么你们家 我们就是一家人 有什么误会 我替你嫂子跟你道歉 对不 话没说完 我就把电话挂了 这声道歉 来得晚了 不做数了 或许是这次告状有了效果 我整整六年 没有再见到嫂子和陆怀安了 直到我更换工作 进了私立贵族高中当了老师 这一年 陆怀安正好初中毕业 他的成绩差到离谱 根本够不上高中录取分数线 我哥没办法 带着陆怀安找到了我 堂堂 哥和嫂子对不起你 这些年 我一直管着你嫂子 不让他找你 若非为了怀安 哥绝不会来打扰你 这次哥也是没办法了 你帮帮忙 让怀安有个书念吧 我哥叹口气 掏出烟抽了起来 前世 我哥没有因为嫂子花出去近五十万 没有操心过陆怀安 没有管过家里一件事 他安心忙于工作 在各个城市出差跑业务 到了四十 还是三十岁的模样 未见衰老 可这一世 他看起来过得不太好 头发花白 明明才四十岁 却瞧着像六十高龄 我摇了摇头 我帮不上忙 我打听过 你们学校的任教老师 每三年就会与个入学名额 我哥掐了烟 从兜里拿出一张银行卡 这里有爸妈给你留下的二十万 只要你帮怀安 我就把这笔钱给你 我没想到 我哥还愿意把这笔钱吐出来 我爸妈思想古板 在他们的认知里 房子是要继承给儿子娶老婆的 女儿则是要嫁出去的 所以他们把房子给了我哥 给我存了一笔嫁妆 也就是这二十万 这钱就由我哥保管 说是等我出嫁了再给我 可前世今生 我都没有找对象 没有结婚 这钱也就一直在我哥手里 现在 他却想用归还这笔钱 我故作为难 我刚入职 拿不到这个机会 除非 我没把话说清楚 但我哥听懂了我的意思 要多少钱打点 二十万 我又补充了一句 毕竟是贵族学校 我哥抱了一句粗口 翻了翻口袋 又拿出了一张银行卡 这里有十万 哥手里只有这么多了 等怀安成功上学 剩下的钱 我再跟你嫂子要 这下 我没推辞 答应了下来 这钱我没拿去打点 毕竟是我编出来骗我哥的 新入职的教师 一样享受入学名额 就这样 陆怀安用了我名下的入学资格 成功有学上了 我哥拿到录取通知书后 又赚了五万块过来 最后那五万 被他卖惨糖色掉了 开学后 陆怀安这个名字 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教室办公室 他阴暗孤僻 成绩又差 没有一个任何老师喜欢他 班主任不愿放弃班里的每一个学生 便邀请了嫂子来学校交流谈话 嫂子到的时候 我正好没有课在办公室写教案 班主任耐心道 怀安妈妈 怀安在学校性子有些孤僻 阴沉着脸也不爱笑 平日孩子在家 家长可以多开导开导他 让他多笑笑 多交交朋友 嫂子听完 顿时不乐意了 你懂什么 我儿子可是高冷的金圈佛子 生性就不爱笑 班主任被噎住 抬了抬眼镜继续劝导 宗教信仰我们可以理解 但我认为孩子的心理健康更重要 嫂子确实不依不饶 你知道什么是金圈佛子吗 就算他心理阴暗偏执 未来也会有纯真善良的女生来救赎他 所以我这是在给我儿媳妇留发挥的空间 你不懂就少管闲事 这一段话直接把班主任干蒙圈了 在请家长之前 班 主任在脑海里想过很多措辞 可没想到遇见嫂子这个大气啪 愣是一句话也用不上 嫂子越说越激动 视线扫过办公桌 伸手抽出一份班级名单 老师你听说过帮扶吗 就是两两搭档 好学生帮助坏学生提升 班主任被这句话重新拉回了注意 这我倒是听说过 如果怀安愿意学的话 我是可以安排一个学生教教他 嫂子激动了一拍大腿 那好啊 我早就研究过了 他抖了抖名单 开始分析了起来 徐瑞初 成绩常年在班级前舞 性格开朗活泼 家里开连锁超市 条件还算不错 孟静静 成绩总体中游 但是多才多艺 钢琴舞蹈都曾在全国获奖 我远远看过一眼 一态气质特别好 还有这个杨倩 他 班主任实在听不下去了 一把将名单从嫂子手里抢了回来 你以为给你儿子选飞呢 神经病 嫂子不满地瞪着班主任 哎 你怎么能骂人呢 你信不信我去投诉举报你 班主任冷笑 你去啊 你去告啊 你猜我背后有没有人 只要你敢举报 我就能把你儿子弄出学校 退学两个字 换回了嫂子的理智 他还指望陆怀安在学校 遇见他的真命天女呢 退学肯定是万万不行的 只能灰溜溜的离开了 嫂子走后 班主任连忙给徐瑞初 孟初静 梁倩的家长打电话 提醒他们多注意女儿的安全 通知完了 班主任还是觉得不安全 找到我 要我支开陆怀安 他要去给班里其他学生开会 我出了个主意 不如让班里男生都去体育室 帮忙整理器材吧 就这样 在班主任的科普教育下 班里没有一个女同学 敢跟陆怀安接触 前世的陆怀安 是阳光开朗的少年 这一世的他 留着长长的头发 含胸驼背 呆呆地站在角落里 成了万人闲的模样 然而 嫂子还是一如既往的 要让陆怀安当心圈佛子 在他每日喋喋不休的教育下 陆怀安也开始把自己 当成了小说男主 恰逢陆怀安生日那天 孟静静有一场舞蹈比赛 比赛结束后 他没有卸妆 带着舞台上的妆造 回了教室上课 陆怀安却觉得 孟静静是为了给他过生日 特地化的妆 可一直等到放学 孟静静都没跟他说一句话 陆怀安觉得 自己要主动出击 于是他拦住了 我为什么要给你准备生日礼物 陆怀安文言 脸色难看至极 他猛地拽住孟静静的手腕 将他抵在墙上 右手抬起他的下巴 逼迫他与自己之事 你既然招惹了我就得负责 没有准备礼物 就拿你自己当礼物吧 孟静静被他的行为吓到了 开始拼命挣扎 陆怀安 你放开我 救命啊 来人救命啊 陆怀安连忙去捂孟静静的嘴 却已经晚了 此时正值放学 求救生很快就引来了几位男同学 干什么呢 快放开他 血气方刚的少年 见了眼前的情况 直接抡着拳头冲了上去 陆怀安为自保 不得不松手放开孟静静 孟静静趁机逃脱 朝外面跑去 双方迅速扭打在一起 几个男生的身材和体力 都远远比陆怀安强 他没有还手之力 很快就被三个男生压制住 动弹不得 打斗声惊动了校园其余的人群 很多人都围观过来开热闹 孟静静跑出去后 直接报了警 这下陆怀安是真的完蛋了 因为强奸未遂且未成年 陆怀安被关了三天就被放出来了 学校以品德败坏为由 直接开除了陆怀安 这下陆怀安彻底没输毒了 嫂子不服 跑到学校门口闹 明明是孟静静那个骚火勾引的我儿子 凭什么开除我儿子 我儿子可是金轩佛子 他绝不可能干出这种事 学校根本不想出面搭理他 直接报警处理 嫂子喜提三进局 彻底在当地公安局出了名 时间一晃而过 再次见到陆怀安 是在一家咖啡厅 他已经成年了 穿了一身黑西装 头发打理个精致 手腕上缠了一串紫檀佛珠 脸色苍白 双目空空 坐着一动不动 乍一看 还真有几分金圈佛子的派头 而我男嫂子化了妆 穿了一身旗袍端庄的坐在那 也极具欺骗性 进店的客人都会打亮他们两眼 就在我疑惑 他们这么穿的目的时 咖啡厅的门被推开 一位长相明媚 身材火辣的女人走了进来 在嫂子面前坐下 嫂子上下扫尸了一圈女人 颇为满意给点了点头 她语气高傲 沈小姐 只要你能让我儿子对女人感兴趣 价钱随便你开 我偷听到这句话 差点一口咖啡 呛在嗓子眼 价钱随便开 真大的口气啊 被称为沈小姐的女人 听了这话 直接伸出一只手 五千万 钱到位什么都好说 嫂子根本没想到 对方直接开口五千万 咽了咽口水 强撑着道 先给你五十万订金 我要看到效果 再付下一笔 不然你拿着五千万跑了怎么办 沈小姐听了这话 看嫂子的眼神都不对了 五十万 你打发叫花子呢 嫂子被这话激起了脾气 她摆出一副不屑的表情 我劝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要是不同意 碾死你就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 给你三天时间 想清楚了 给我电话 她说完 拽着陆怀安毫不犹豫的走了 沈小姐似乎被她最后那句话吓到了 将留下的手机号码好好收了起来 这场闹剧就这么结束了 我看了目瞪口呆 只觉得喝了杯咖啡 又看了一场狗血电影 一个月后 这天从上班开始 我就一直不顺 莫名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下班到家时 发现原本关的好好的房门 此刻大开着 我以为是遭了小偷 迅速打给了物业 跟着保安静家们一看 发现里面是我哥和嫂子两个人 我哥摸了摸鼻子跟我解释 你的密码是生日 很简单 好好好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用生日当密码了 见我进来 嫂子插着腰吩咐 我想了想 一家人还是要团圆 你快收拾东西回家住吧 我才不信他的一家人言论 我自己有房子 不用回去住 嫂子一听这话 立刻瞪大眼睛 你把房子转给淮安 跟我们回家住 等你老了 淮安给你养老送终 这简直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让我把房子转给陆淮安 他凭什么 我直接不答应 开始赶人 你们走吧 房子是我自己的 将来我老了也用不着陆淮安 谁知嫂子听了这话 直接赖在地上不走了 你忍心看他没有房子结婚吗 找了个对象 这话令我想到了 先前咖啡厅的事情 我冷笑两声 骗来的老婆也算老婆吗 你还欠人家五千万没给呢 你再闹下去 我不介意去告诉人家真相 嫂子表情一僵 我哥打了个机灵 立马质问嫂子什么五千万 嫂子支支吾吾的不肯说 扭头就跑了出去 我哥连忙跟了上去 我想了想还是报警 把咖啡厅的事情 跟警察说了一遍 之后警方联系我 说那个沈小姐的身份是假的 人卷了一笔钱 发现不对 直接就跑了 而嫂子先给了五十万订金 后来两人有了进展 嫂子没办法 偷偷把房子抵押了 又给了他三百万 如今人跑了 直接血本无归 听说陆怀安因此失恋 正寻死密活呢 这些都跟我没关系了 我掏出多年积蓄 置换了一处新的住宅 最近正忙着搬家呢 但最后一趟的时候 陆怀安正狼狈的蹲在我家门口 他穿着病号服 脑袋上绑着绷带 像是刚从医院跑出来的 我远远看见他的身影 直接转身就走 但还是晚了 他看到了我 他拦住我 直直地冲我跪了下来 顾顾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你处处帮着我 照顾我 我考上一所明台大学 未来一片光明 我内心咯噔一声 警惕地看向陆怀安 陆怀安似乎没有注意到 我态度的变化 他红着眼继续道 梦里发生了一切 好像才是我的人生 我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 家里好陌生我 我害怕我妈妈 他说着 竟是眼泪掉落了下来 看起来无比可怜 我不耐烦地打断他 那只是你的梦 我们不熟 陆怀安盯了我半晌 最终低下头去 就在我以为他放弃之时 他突然扑上前抱住我的腿 姑姑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你不要赶我走 我愿意孝顺你 给你养老送终 我不悦地皱眉 挣扎着踹开他 陆怀安被我踹了一下 身形晃了晃 就这么跪在地上磕起头来 姑姑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可怜可怜我 收留我吧 他的这番举动 吸引了小区众人前来围观 有人看不下去了 开始劝我 这都磕头认错了 惊喜一场 有什么不能原谅你啊 我瞬间明白过来 陆怀安定是重生了 他这是想到 得绑架我 我冷冷地看着他 指着顶楼的阳台 有本事你从内跳下去 你欠我一条命你先还了 陆怀安将在原地 根本不敢抬头看天台一眼 这时候 嫂子和我哥赶到了 哎哟 怀安你怎么能跪 那个狗心狗肺的女人 你是金圈佛子 除了佛 谁也不能跪啊 这一句金圈佛子 再次刺激到了重生之后的陆怀安 他抬起头恶狠狠地看向嫂子 你说我是金圈佛子 嫂子骄傲地点头 那自然我从小培养你当金圈佛子 你就放心吧 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陆怀安却是突然大笑起来 他从地上爬了起来 跟着嫂子回家了 第二天清晨 警笛声响起 我听人说陆怀安将他妈从天台推了下去 并且自己也跳了下去 我哥带着他们的骨灰回了乡下 再也没有出现过 没了家人的束缚 我这辈子过很平凡 没有其他重生者那般大富大贵 掌握大权 也没有找寻爱人 谈轰轰烈烈的爱情 生命短暂在新的人生旅途里 太阳东升西落 黄昏浮过天际 我只想好好爱自己 全文完